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浩 來到8月13日的節目 下午和大家繼續講美國大選的一些新聞 希望大家繼續 更新一些時事的知識 收睇所謂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和利用蘇格Fans Function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美國總統拜登 在宣佈退選後 第一場電視訪談披露 他在民主黨內部壓力 和確保擊敗特朗普的決心下 做出退選的決定 最近 拜登也接受 CBS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地方 坦誠 黨內對他的參選到底 可能對國會選情帶來負面影響的擔憂 是他最終決定退選的原因 那是什麼意思 黨內 有人逼他走 是不是 黨內對你的選情有擔憂 是他退選的原因 喂 你置得意悶的 你說我好多次 你贏硬的 誰逼你走 以及人家為何可以逼你走 這就是關鍵 他特別提到 前聯邦眾議院議長 Speaker Nancy Pelosi 佩洛西 說他曾經 在受訪時暗示 拜登是否繼續參選 還未定案 與拜登堅稱絕不退選的立場形成強烈的對比 佩洛西未明確表示 支持拜登爭取連任 被視為促使拜登推選的關鍵因素之一 而且我從其他地方看到一個錄音 一看到 佩洛西很明確說出 他不希望 拜登繼續選下去 但拜登仍然強調對自己任內的政績感到自豪 並表示將全力協作副總統 Harris 去競選 他還對Trump發出警告 說他就是 Trump才對美國安全真正的威脅 這一番的說法 令你覺得非常頭痛 其實Nancy Pelosi 只不過是整個深層政府的邊緣人物 其實這個問題 也出現了一個大問題 無論是拜登的團隊 無論Harris的團隊 其實一生不可自決 他們最後與其說他們之間的鬥爭 不如說 是深層政府後面的換帳 我們看看裡面所謂的 茶杯裡的風波 與其說茶杯裡 這個黨內 民主黨內 有一個很大的風波 直到現在 拜登團隊 和 哈利斯團隊 當然是深成縣 就像水溝油一樣 談不來的 有很多暗地裡的較勁 都在進行 可以看到 左派 民主黨 無論是建制派 還是極左派 他們之間的鬥爭 是現在才是 剛剛開始 美國民主黨的 自由派 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12日表示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 副總統 Kammer Harris的競選團隊 正面臨著一場內部的風暴 來自總統拜登團隊和 Harris團隊之間的磨擦 正在逐漸勝運 據報導 這次的緊張局勢 源於 哈利斯接替拜登成為民主黨的 總統候選人之後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需要做大規模的團隊重組 將兩個不同的政治陣營 整合在一起 即建制派 以及 極左派 整合 同時 還需要選定副總統的候選人 與前總統Trump 展開激烈的競選 而很顯然 這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是可以這樣說是一個極左派其中的人 而這個人 他和建制派過重深密 這個就是華知 Tim Walts 中國有些人說 他佛生第一高中的時候 即九十年代的時候 有人學生幫他講的名字 叫田華 那大家讀廣東話 就不知道什麼是田 一個 耕田的田 Tim Walts 譯音 田華 意思是什麼 這班學生真厲害 如果你用 Mandarin 本大人 北京話 華語 你讀出來你就知道 田華 田華 其實跟哪個字是同音呢 田華 就是田是二聲 田是三聲 但是拼音 聲母韻母是一樣的 那就是田華 舔中華 舔中華 明白嗎 你說 中華不是中國 你繼續說這些 我只是說 你基本上是 Pro-China Sleek China 這個田華 這個才是那班人呢 的幕後目的 然後你呢 敢之如意 接受這個田華 這個保號 正如呢 賀錦麗呢 這個保號呢 不敬而走 哈利斯 是不是被這個中共操控的 喬石 的人物 改過這個名 你就知道 他們和中國關係是什麼 時至今日 你自己 默大雙眼看看 民主黨有沒有說過任何中國政策呢 或者民主黨之後的政策是什麼呢 我會告訴你 連華盛頓郵報都按內不住 約批判這一點 可見 這件事絕對不簡單 大家知道 這一次的緊張局勢 是源於 這個 就是 喬勒哈里斯 接體之後要找人 找人呢 就發現到 水溝油的情況 哈利斯的團隊 和拜登的團隊 本身是兩個 CAM 哈利斯團隊中的老將 對於一些曾經 在過去批評過 哈利斯的拜登團隊成員 仍然留在團隊裡面 感到不滿 其實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你哈利斯 都可以找回拜登團隊以前的成員 進入你的 團隊裡面 你說 那我有些 所謂的 新陳代謝都要 舊的人 在裡面 可見 與其說 不如說 深層政府的需要 你覺得哈利斯 選擇這些團隊 全部是他自己 逐個逐個選回來的嗎 有些地方 給你可以三選一 給你可以有些不同的說法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捧得你上來的人 可以扔你下去 深層政府可以將這件事 將拜登整走 照樣 可以將這個哈利斯整走 你不得意 要將拜登原有的人 放進來 因為深層政府要獲取一個廣泛的 光譜 你呢 原有團隊的人 是不滿的 這些人呢 就看回他們自己格局的東西 當然 有沒有搞錯 那麼拜登團隊的前白宮官員 競選團隊主席 Jan O'Malley Dillon 迪倫 就要求 這個就是 拜登團隊的人 就要求哈利斯保證 新加入的團隊成員 什麼是新加入的呢 就是 那些極左派的人 例如 歐巴馬 政府前高級顧問 David Proff 普洛夫 不會影響到 這個 這個 哈利斯的決策 換言之就是什麼 要排除 拜登團隊的人呢 想排除一些 極左派的狂囂 而極左派的狂囂 他的頭目 或者重要的人物 是什麼人 大家估都估不到 是歐巴馬 深層政府壓兩柱 歐巴馬 幫極左派在那裡叫陣 同時 亦都通過哈林頓 佩洛西 去 叫拜登下來 讓你選 名為極左派的這個哈利斯 實際上他 一生不可自決 他要幫後面的深層政府 去做喉舌 他要團結大多數 在這樣的大的前提之下 你會發現到 很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民主黨現在基本上 稍後會講到 很多哈利斯的政策 是在推翻 他以前說的東西 或者修正 或者隱瞞 以前他說的東西 他一向都是極左派的人物 正如特朗普說的 一個政治人物 當他當權之後 就會fallback 去到他原先的政見 是不是 除非他對一些錯誤的東西大切大誤 但是你如果 只是為了權宜之計 做一些口舌之爭的話 不講那些東西 譬如說fracking 他用水力去沖 底下的岩層去提煉石油 他要完全禁止 現在就是說 不會全面禁止 這些修正是什麼呢 就是他得到一些 建制派的支持 民主黨內建制派的 甚至中間派的支持 這個就是哈利斯 本身 他要做的事 而他要做的事 是不是很樂意怎麼做呢 不是 是有人要他這樣做 而他亦都符合他的競選目 都要拿贏這個地方 贏了之後 才極左派橫行 都沒有所謂 所以今天 深層政府 為了贏特朗普 是無所不用其極 拜登選不了下去 他有些支持者 要勸他走 歐巴馬 就叫拜登 你不要陰點 哈利斯 誰知道拜登 就是陰點哈利斯 結果就是什麼呢 搞出一個大頭髮出來 現在就是 極左派 和建制派在後面 正在針鋒相對 在那裡 在那裡 哈利斯團隊 一些核心承認 普洛夫的頭銜 歐巴馬 政府的前高級顧問 Devick Plot 就說 他的頭銜 叫做 270 戰略與策略 資深顧問 是太低調了 他的實際職責 就更好似 競選經理 這個就是 歐巴馬的人 OK 而原本拜登競選 連任的 團隊經理 Judy Chavez Rodriguez 就是這個 羅德里格茨 就被賦予新的任務 專注在 美國西部 的太陽大洲 Sunbelt 和拉丁裔的選民 這個被視為一種 降級 削弱了他的整體 影響力 這個就是 拜登的降級 OK 極左派的升級 拜登派的 要 Harris 保證 不會完全 排除拜登派 可以看到 建制派 和極左派 有多麼多的矛盾 這個 就是左派現狀的問題 當然 在這個情況 我們只是作逼常觀 我們沒有辦法 影響到什麼 但我只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Honey Moon Period 這個叫做 Honey Moon Period 是靠什麼撐起來的 第一有個目標 19號 到22號 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之家的舉行 去推舉他 這個大龍鳳 要做 很快就會展開 六日後就會展開 另外 之前 他不接受 20多天 不接受任何的 傳媒的專訪 亦都不接受 一個公開的記者會 為什麼 會露底 那這些事 不講為妙 什麼政策都不推出來 不斷 做世大會 說了一些 假大空廢的說法 已經能夠 很多人支持他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 民主黨的一種病災 這個之外 我們看回 整個民意調查 是不是有反超前的情況 有人 就是 很多左派的媒體 動員起來 那是不是假民意調查 什麼 我就不予置評 但是有一個Honeymoon Period 是給Harris 站在 例如我的立場 就是 Let it be 現在沒有選舉 我都說過了 九月會有 辯論 極可能會有三場辯論 或者不是三場辯論的 起碼九月受會ABC的辯論很重要 今天Kevin McCarty 以前的重演議長都說 特朗普很想三場辯論 講經濟 講邊境問題 也都講能源政策 基本上這就是要講的 現在你看到在這個 Harris的團隊裏 每個人都說 民望星了 揮走了拜登 這是什麼 是為深層政府做嫁衣償 證明你 深層政府 找 Nancy Pelosi 找Clinton 整走了拜登 對的 找一班參眾議員 整走拜登 對的 你看 拜登走之後 將111行全國民意調查做平均 Harris以47.6% 的支持率 略為領先 Trump的47.3% 儘管仍然屬於 不差範圍 但這個是 Harris正式成為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之後 全國民意調查 首次反超 Trump OK 我等一等 同樣 111行的情況 以前 entre 7月21、721 當日 拜登退選 Trump的全國的平均 拜登的民意調查領先 拜登2.3% 現在就是 Harris領先Trump 0.3% Delta是2.6% 這個完全是不差的範圍 而最關鍵的地方 不是全國這些 popular vote 的情況 你要分析一些搖擺州的情況 而我看回很多的報道 分析很多的民意調查 都發覺到 在阿里桑那 在Nevada 雖然差距縮少了 但是Trump仍然領先 Kavin McCarty 講過兩個州的重點 就是 賓夕凡尼亞州和Georgia 我這樣講 七大搖擺州 North Carolina 基本上很穩定 是Trump的 阿里桑那和Nevada 基本上有是重要 但是重要性 我覺得好像Kavin McCarty 所說的 最重要是兩個州 Georgia和Pansylvania 今時今日 Harris不會選擇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George Shapiro 成為他的VP 副總統的副手 即副總統的副手 結果什麼呢 賓夕凡尼亞州就鬆了 而Trump呢 基本上現在的民意調查 在賓夕凡尼亞州 Georgia North Carolina Arizona Nevada 都是領先的 即使 另外兩個搖擺州 Wisconsin 和Michigan 都輸了給民主黨 但當然了 似乎Wisconsin 其實是拖濕的 Michigan 有些民意調查 就說 是民主黨佔優一點的 情況下 你會看到 我會覺得 右派 共和黨 依然都會贏 簡單來說 七大搖擺州 贏五個 輸了Wisconsin和Michigan Trump 依然會當選 這是一個選舉團的票數 是這樣的決定的 OK 再來 現在就是 誰搞這111項 全國民意調查的平均值呢 就是Hill 但不要忘記 這111個全國民意調查的平均值 那些機構 是不是有所謂的派系 黨派的偏袒呢 如果有 問題就很大 你看 細心分析下 這111個全國民意調查的平均值 這些全國民意調查的情況 絕大部份是一些 親左派的媒體 甚至有機構 所做的 可見 未必是公運的 真正的情況是最關鍵的 不是這些問題 而選舉制度是公平的 今天如果照樣 又搞mail ballot 又搞了很多這樣的移民出來 誰選輸了 都可以贏 都不可以贏 都可以贏 都可以爭議 爭議不是贏 是一個合理的移民 重演四年前的一幕 何苦呢 這就是我們看到 美國現在很脆弱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 特朗普不只要少贏 只要贏得多 而關鍵 必定會在 這個 22號 民主黨的全國 黨代表大會之後 再努力 現在的情況 全部的媒體 眾聲鼓召是Harris 那我想這件事大家要 不要掉以輕心 這個Honeymoon period 都會遲了一段時間 那我們看看 未來的發展 會讓大家 有新奇的發展 尤其Harris 在多項數據大幅改善 說他18至29歲 即是年輕人 的選民當中 領先特朗普9個百分點 這一點 就是拜登 一直無法 在這個年齡層的支持上 獲得優勢 你看到 那些人為什麼呢 我覺得Harris年輕一點 他們說的話似乎是 speak their tongue speak their mouth speak their mind 他們覺得這些年輕人 還可以 這班年輕人 對於左派很有恩善之意 全世界光今來 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卑之無甚高論 也都看得到 台湾很多人支持 柯文哲 一定會有一班 這樣的人 但是他們本身 是不是了解到 兩黨的政治 是他背後的價值觀 中國政策的不同 對外政策的不同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同時 有人說 尤其是路透社的文調 顯示他在 Michigan Wisconsin 和賓夕凡尼亞州 三州 三個搖擺州 取得領先 另外在亞利桑那州 Georgia 和Nevada 差距正在縮小 我們看下去了 當然這是一個民意調查 這樣說 是否能夠代表到全部 不能將他以偏概存 另外 為何這個 Kermit Harris 能夠獲得一個所謂的蜜月期 其實很可能是涉及他 沒有正式接受採訪 沒有舉行過新聞記者會有關 而競選網站上 上了缺少 problem 問題的頁面 不單止成為了 Trump 批評的題材 更加令到 美國人難以了解 Harris的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 是什麼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在11日 透過社論 對於Kermit Harris 提出很多問題 試圖釐清他的政策立場 和論述 但起碼這個 都比較公穩一點的說法 WASHINGTON POST 就說 Harris在很多議題上 刻意保持模糊 應該避免為Trump陣營 提供攻擊的素材 令Trump有機會分裂他的支持者 並希望透過選戰 聚焦Trump的缺陷 一舉取勝 雖然Trump經常語出驚人 或者末口大話 其實不是大話 是大嘴巴 令到Harris更容易執行這個策略 但至少Trump會接受提問 包括充滿敵意的問題 反之如果Harris希望獲勝 就必須提出自己的想法 因為選舉過程是為特定議程 累積政治資本的 除非Harris明確去解釋他的議程 否則是無法建立執政根基的 Harris的陣營已經開始推出傳達政策競選廣告 但他的本人透過發現人表示 不再支持全面禁止使用水力壓裂法 去開採油氣 就是Prohibit Fracking 這就是開採石油天然氣的東西 他想全面禁止 他不會再支持全面禁止 那麼禁止到哪個位置 沒有說到 第二 不會再取消私人健康保險 他想所有的保險都是歸功 這不是communist socialist是什麼呢 第三件事就是 他仍然會有妥協 遵守拜登原先的承諾 不會對年收入低於40萬美金的人提高所得稅 至於是否透過對企業 或者中產 或者高收入人士去加稅 他就未開口 這些就是他復筆在這裡 對於邊境安全 他過去堅稱 非法移民不應被視為犯罪 有很多片段 看Fox News也有很多片段 他以前說過 非法移民不是criminal 但現在改口 強調支持加強執法 但這個就是改口嗎 加強執法不等於 不再視非法移民為罪犯 非法移民不是罪犯 但會加強執法 可以嗎 logically sound 所以我說 今時今日 他的很多事 都是霧裡漢花不是法 內政如是 外交又如何呢 Harris對於巴勒斯坦人表示同情 同時也支持以色列智慧 那你想怎樣 即是兩邊壓住 今時今日 我看到你對拜登的政策更加不滿 希望勸停以色列不要再打加薩 這一點的話 是否得到大家的認同呢 他選擇命來蘇達州的州長華茲 就是田華 Tim Walss作為競選的夥伴 表明他的以色列政策會比拜登更加強硬 那Harris有必要告訴大眾 是否他真的這樣 即是說 用Tim Walss基本上對付以色列 那你這些猶太的票是否不需要再投離呢 另外當美國在2021年闖出 由阿富汗撤軍的時候 他是不是敦促過拜登保留一部分的美軍在當地呢 他當時是有什麼說法呢 而他是怎樣回應 Trump所說 美國由阿富汗撤軍 才導致俄羅斯總統普京 敢於全面入侵沃蘭呢 而2020年 Harris曾經明確同意削減美國的國防預算 那現在是否仍然是他的立場呢 再說 抗俄或抗中才是我們的優先 俄烏戰爭是否要打下去 中國是否美國最大的威脅 是否要加中國貨的關稅 還是要撤除對中國貨的關稅 因為你說過要撤除對中國貨的關稅 那你現在對這個態度 是要保留拜登裡面的關稅 要加還是減呢 要撤呢 你本身是否像中國的頭號威脅 會不會將中國車 拿去墨西哥生產 入美國加100%關稅呢 對非法移民 你就說要crack down 但問題是說 你要加強執法 但是加強執法 是不是就是說捉到就捉 捉不到罷就 每日呢 即是每個月 7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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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美國美麥邊境 非法移入 美國的一些中國非法移民 多達1953日 今時今日 一架機 一百多人遣返中國 And then How about the others 你要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說我們反Trump 所以一定要投投Harris 你知不知道在投一些什麼 我點到 Anyone but Trump 即是說任何Trump的人 我們都不會支持 選有屎都會選Trump 那你選希特拉 你選毛澤東 那不是吧 Harris 怎樣的毛澤東呢 他是極左派的人物 他這個人物呢 會讓美國衰落 Trump 是大嘴巴 Trump 沒錯 競選團隊呢 波士尼迪安的歌 不久和你版權 是 Trump有很多事情 說很多事情 未必一定對 譬如說 咬哈利夫 咬林旭婷 他沒有咬林旭婷 他只是說哈利夫 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 我們不支持Trump 不會 因為他說的政策 對於中國 最狠 有些分析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如果Trump當選 中國的GDP 會下降1.4% 但Harris當選 分分鐘會回亂 這個就是分別 你要中國好 還是中國壞 你不要跟我爭什麼 中共中國 你要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好 還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 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如果你要 PRC好的 我就告訴大家 你都聽這個節目 很浪費時間 你應該聽一下 《大公報》那幅 為你拼出來的 生果圖更好 我覺得這樣對大家 更有意義 所以這才是重點所做 希望大家明白 另外就是馬斯克 Elon Musk 他在社交媒體 X專訪Trump 其實就是 在我們今天 上午8點 美東時間的晚間8點 直播音訊 但是馬斯克在X發文表示 由於X被DDoS 阻斷服務攻擊 即是被人網攻 直播一度受阻 不過延遲30分鐘之後 已經順利直播音訊 大家可以上網站 看看Elon Musk 對於特朗普的專訪 Elon Musk 少早就是X發文 表示 由於X平台被大規模的DDoS攻擊 想要將直播關閉 最慘的情況 是在直播時 只留下聽眾數 之後再發佈 未經編輯的音檔內容 馬斯克 再發文表示 12日稍載測試時 最多有800萬名8萬的聽眾 同時參與測試 在排除問題之後 特朗普接受馬斯克專訪的直播 已經在美東時間 12日晚上8點半 即是台灣或香港時間 今天13日 早上8點半順利播出 目前X的收聽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100萬人次 相當多 讓大家看看 我想這件事 大家就看看 為什麼一個很難得 一個有錢人 都會支持共和黨 而不是民主黨 原因是怎麼樣 自己細心聽 遲些未來的機會 我們再專題分析這件事 特朗普也不甘事約 他計劃對司法部提起訴訟 要求賠償1億美金 理由就是司法部在2022年 特集搜查他在 Florida Palm Beach的 Morra Lago 海湖俱樂部的莊園 明顯出於政治迫害的目的 Fox News 拿到Trump的Memorandum 一個Memo 一個備忘錄 其中聲稱 美國政府對川普總統有不法行為 Trump和他的律師團隊打算 就FBI在2022年8月8日 特集搜查可湖莊園這件事 對司法部提起訴訟 當時聯邦政府正在調查 Trump涉嫌不當持有機密文件 特集事件 即子彈事件發生之後 特別檢察官 應該是說 但當時 2022年的Don Raich 即是2022年 他特集搜查Morra Lago 當時我也評論過這件事很離譜 特別檢察官Jack Smith 獲任命展開調查 Jack Smith最終對Trump提出37項 Felony重罪的指控 包括故意持有國防機密 串謀防外司法公正 和做虛假陳述 Trump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 Florida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 Aileen Cannon 就在上個月駁回了Jack Smith 對Trump所有指控 法官認為 Smith的任命和資金內容都不立法 理由違反了美國憲法中的任命條款 據報導 Trump的律師Daniel Epstein 已經提交了起訴司法部的通知 司法部收到通知 188日內 必須到Epstein的通知做出回應 並達成解決方案 如果沒有達成解決方案 Trump的案件就會移交 Florida的南區聯邦法院審理 原因是因為 司法部和FBI在特集行動中做過決定 並非基於社會經濟政治的政策 而是明反違反憲法原則 對待Trump的方式標準不一 明顯意圖政治迫害 而不是推進良好的執法行為 Epstein表示 司法部長Mary Garland 和FBI局長Christopher Ray 不應該批准 對Trump做特集和才有起訴 因為和美國前總統打交道的既定協議是 透過非執法手段獲取美國紀錄 而Epstein還主張 司法部違反了Florida州的私隱法 即個人資料保護法 侵犯了隱私權 他認為FBI的行為 和對調查目標住所做 例行搜查的協議不符 Trump在河湖莊園 顯然有合理的隱私期望 Epstein還指控司法部 為惡意起訴 指出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 總統享有對官方行為的 Official Act 的豁免權 他認為鑑於最高法院的豁免權裁決 以及剛剛金龍法官 以特別檢察官的任命 違反了任命條款 而且辦公室的資金來源 不當為由駁回起訴 因此對Trump的調查 搜查和長期起訴 都沒有憲法根據 Epstein計劃 向司法部要求 1億美元的punitive damage 懲罰性的賠償金 說這個案件 是非常明確的選舉干預 他表示整個特別檢察官的調查 都是為了干預Trump當選的可能性 這一點就說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搞清楚 現在很多事情 offensive defensive都是進行中 而Trump會否真的贏到這個大選呢 或者Harris會否贏到這個大選呢 現在都是微定之天 所以我們現在在外面的人看的情況呢 我覺得相當困惑 而且這個Harris honeymoon會持續 我想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Honeymoon完了之後呢 爭君先來 民主黨入面 開始執位了 分贓了 然後又辯論了 這些位置 Harris是否擋得住 Trump的攻擊 辯述 政策的一些 基本上的論辯呢 就很值得大家密切注意了 所以我真正的 看點 重點 應該是在9月的一系列的 電視辯論 我希望呢 起碼有三場 令大家可以充分地討論政策 也希望有關的平台呢 公正地主持這一場這樣的情況 上次CNN那場我認為是公正的 OK 即是不會因為它左門 我說它不公正 CNN那場是公正的 即是說未來會不會都是這樣 拭目以待 好 待會我們再講其他議題